對 他剛剛沒有仔細講說 就是所有的事是在那邊做的表情 不過他那是一個統整的中心 他可以接收到各個接收站進來的資料 嗯 對對對 是 那他好像有些衛星是 整個控制是委外 他不是在 不是在太空中心 他是在可能在國外 國外是做一些調整 就是在做一些控制 因為我們的衛星在前幾代就是 基本上是別人的 國外的一些技術 跟國外的研發 所以他有些系統不是在我們手上 但是確定就是 國外太空中心基本上 做的資料都未到 最後未到我們這邊來做一些 做最後的一些統整這樣 所以所有的資料會回到太空中心來這樣子 但是至於控制跟這個 可能不是在太空中心裡面 那資料我們一般人可以申請嗎 可以啊他上次網上上面有寫說 你可以申請 該不會要寫什麼計畫書 應該可能要 因為他上面都有一些申請的方式 因為其實一般是學術單位啦 可能 對啊 應該是一些個付費服務對不對 有什麼 付費服務 應該不用付費喔 這通常通常不用付費 不曉得耶我沒有申請 因為聽說 聽說就看一下洪海附近的工廠 是不是有卡車輸入 叫一下 他其實 其實他可以 上面有寫 就是他的影像其實解析度沒有很高 你看他黑白影像只有兩公尺 就是兩公尺 大概解析度就到兩公尺 所以他的解析度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大家可以大概大致上都可以 一些街道啊 什麼輪廓啦 地方區輪廓應該可以看到 應該彩色只有八公尺 對 所以他的 他的解析度其實沒有很高 就是 其實像很多空拍計啦 可是空拍計其實不太高 因為 直接不要進 對 其實因為你說說 黑白影像兩公尺 有點是類似兩公尺 肩方是一個像素 對 所以等於說一台車 你根本連車子都變成不出來 因為車子就變成只有一個像素 意思就是說 一個顏色 一塊顏色在那裡 末天要拍卡車啊 那如果今天 那如果彩色影像八公尺的話 你看的話 那卡車都拍不出來 對 對啊 所以 可是他的倍率就很高 太空這麼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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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的 那個什麼 攝影技術有 更清楚的 都還可以到至少一公尺 就是 等於說 一公尺的話 有可能一台 一台汽車就可以辨識得出來 但是你看兩公尺 範圍太大 是一個像素 一公尺度算差 對 對 這個我跟學長討論過 因為在參觀過 跟學長說其實 我個人覺得他的商用價值 沒有這麼高 就是 但是就是 至少學術 然後環境監測是可以用的 就是 海山村 海山村的時候 現在是 實際上商用價值 可能沒有 沒有這麼高 這樣 土壤啊 什麼大範圍 大範圍可以 就是 我剛剛講的 就是可能一些天災啊 地震啊 就是洪水 或是 台風這樣 對 他可以做一下監測 這樣子 不過好像這種解析度的部分 好像也有受到邏輯的空間 也不能 那個解析度好到什麼程度不行 變軍事衛星 對對對 他不能 他有空間的 那浮衛五號是接替浮衛二號 就是 今年翻了浮衛的話 就是 因為他已經浮衛了事情 這樣的話解析度就跟浮衛二號一樣嗎 沒有他解析度比他高一點 比方上 很接近 但是他的 他 網路上有寫出他的照片是比較清楚的 對 拍起來比較清晰 但是解析度好像沒有差很多 但是他的清晰度會比較好 再來是浮衛三號 那浮衛三號剛剛講過就是 他是一個 像 觀測天氣啊 細厚的一個系統 那浮衛三號一共六顆 這樣子 這個也是長姿勢啊 因為第一次去就知道 衛星都是一顆一顆一顆這樣 對 他一次發六顆這樣子 這是算長姿勢 沒有知道 不然不會知道一次可以發六顆這樣 那浮衛三號其實體積很小 你看他體積只有大概 大概一公尺 直徑只有0.03公分 然後高只有16 所以他就是一個小小的這樣一個 像一個盒子一樣的大小 那旁邊這兩塊是他的太陽門板 這個圓形的兩塊是他的太陽門板 他還滿深屬曲 長得圓形的這樣子 那他一共發了六顆 那這六顆就是在做一些大氣跟氣象的一些監測 所以不確定可能台灣的那個中央鏡像圖的一些影像 是從這邊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台灣跟美國合作的一個計畫 所以他跟美國的一個 跟美國的一個大氣炎 美國大學的大氣炎六中心 是一起的計畫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 這個算美國加台灣在一起合作的一個計畫 他的軌道大概在700到800公里高 其實也不高啦 就是算是比較 比較低 比較低高度的一個衛星這樣子 那 他就是 繞一圈是100分鐘 所以也是一樣 就是大概一個小時 四十分 對 就繞太 就繞地球一圈這樣子 那剛剛 剛剛在 剛剛他那個 控制中心的上面 我們覺得應該就是 浮衛三號有幾個在跑 你看他有聞到 就是他在跑 你看他一直一直在跑 就是浮衛三號的一些衛星 那現在 六顆裡好像掛掉一顆 這五顆這樣子 那 所以我們明年要發射浮衛七號 就是要取代浮衛三號 他常常看他從2006年到現在 也服役了快七 十一年 對 十 十 對 等一下十一年 過分 也是很久 因為他本身原來的壽命 大概就設計大概五年左右而已 所以 這已經都差不多他的使用壽命 這樣子 好 這個衛星掛掉 掛在上面 他還在繞 還在繞 還在繞 就是他的一些東西壞掉 原件壞掉在上面繞 別的國家可以把它收起來 可以把它收起來 基本上不能給別的國家收啦 我覺得太光樂 太光樂色 太光 這些死掉衛星應該很多 因為 對啊 焦不死好像亂亂戰狼一樣 對啊 應該很多 回溯我覺得應該不合成本 對 沒這麼做 對 好 下一頁 這是浮衛五號 浮衛五號就是 今年很大 年輕人很大 就是台灣人的驕傲 因為很多的 原件是我們國家自治的 剛剛講的 CAMOA是我們家 國家自治的 那 他的 解析度 2米跟4米 就是他的黑白是2米 跟全彩是4米 所以他的解析度其實跟浮衛 3號 2號 2號 5號是取代2號 7號是取代3號 跟2號是差不多 但是他的 這個影像的 這個 quality會更好 這樣子 那現在目前還在 影像還在調教 那我們那時候去參觀的時候 因為他是 今年8月 他設的 我們去參觀是9月的時候 他那個中心的主人跟我們說 其實這個東西還在調 因為這整個調在需要一年這樣 因為大家會說 為什麼浮衛5號上去的時候 那些影像 我們看不上 原因是因為他還在調整 所以他那個需要大概一年的時間 慢慢去做一些調整 那我 我知道浮衛5號整個那個影像 影像處理的一些城市 是中央大學的參與 就是整個影像的監控 這個城市 是中央大學去研發出來的 所以很多軟體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有參與 那但是 重點是衛星上去之後 拍攝到東西之後 他很多參數就需要調整 不是 放上去就沒事了 我們那時候想說 欸 放上去應該看得到影像 其實不是 放上去之後他需要 可能一些環境 然後或是 開工的環境 或是一些影響 他還是要去做一些調整 好像好像 架樹無限AV一樣 可能還叫做老 還有就是通常還有一些軌道 軌道也要一直校正 因為有時候 剛發射上去一般來講 是屬於叫做橢圓形軌道 那有時候橢圓形軌道 它繞得太遠了 所以它有時候會慢慢的去 再去校正成 慢慢接近圓形的橢圓形 否則有時候太遠 那個 忽近忽遠 對對對 所以它現在 它有時候就要慢慢校正 校正到 就是好像 一上去的時候 其實走的路不一定 能夠馬上就是很正確 所以就是要慢慢校正成 以後它就可以固定時間 這個時間 控制到固定時間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出現 然後來開照 這也是一種要校正的路 那那個 中心的主段是跟我們說 因為它影像的調整 就是要利用 而且這個是要課費的 而且這個是要花很多錢 去 請美國那邊幫我們做調整 因為 這東西好像有一定的 因為 畢竟是 比較 算比較高科技的一些技術 所以還要付費行 來幫我們調整 這個是還是要付費 這樣 好 然後它還是在太陽軌道同步 高度是720公里 所以 我們國家發射的衛星 大概就是比較低 低高度 大概就是在 我們在500到700 這個 800 七八百 第一軌道衛星 是不是比較耗燃料 耗燃 不是 它發射上去 等到那個軌道已經正確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沒有燃料了 它本身 因為它有太陽明板 是接收太陽門 對 它上去之後可能微調 它自己有一個燃料 可以做一些微調 但是 等到調校完 就不再需要消耗燃料 就看到太陽輪就可以 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這樣 但是如果有時候 因為低軌道衛星 會容易受到那個 大氣的摩擦力的干擾 有時候那個 高度會慢慢的降 那有時候 如果你要再繼續長久 要維持它的話 你可能有時候 要再把它 再啟動燃料 再把它提升 等到燃料消完 就再也不能調校 對 對 是 好 這個是 輔慰五號 那輔慰五號剛剛講過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Space S 就是 Mask Mask 我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 Space S的這一支 這個武器 它有九個引擎 這樣 這個是今年 八月才發售 欸 它當時有這個 拍攝影片 好像有 但是 網路 網路上我沒有找到 但是那時候去太陽中心 它有給我們看一下 對 或很短 對 有 可能要再找一下 網路上應該有 不過那時候是太陽中心 有播這個影片給我們 這樣 好 那它有 它有九顆引擎 它叫 它叫Falcon9 就是獵鷹九號 這個Falcon9 是 這個Falcon9 是跟它有九顆引擎有關嗎 我不知道 因為它的資料是寫的 它有九顆引擎 這樣 這個Falcon9 這樣 對 那浮衛 浮衛五號就在它中間 這樣子 它就是中間這樣脫離 這樣子 等一下 應該不在中間 應該是比較上面這一段 通常是在上面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那個衛星 通常 就是放的東西通常會在這上 那因為通常一般分至少 這是燃料 至少兩節燃料 兩節燃料空間 對 有一點在找 對 但是因為SpaceX 我可能還不太清楚 所以後面兩節都是掉到 那個 對 掉太空 對 就掉到 那會不會掉到外太空也會 我是因為好像掉到外太空也 對 因為它是一直脫離這樣 可是 一般來講應該是往地球掉 因為它本身就是 上升到某個程度之後 然後再來 接下來準備燃燃第二節火箭 但是第一節火箭就是脫落 脫落的時候 其實它還沒到 繞地軌道 還沒到繞地軌道的時候 所以這個東西到最後還是會掉下來 因為有地心理解 對對對 它除非 第二節火箭燃燒完 通常是掉三次 沒有 我們叫做 通常如果你要到繞地軌道 通常是兩節火箭 你如果是三節火箭 基本上就是要往 那個 那個外太空飛 對 就是要脫離地球的軌道 是第三節火箭 那所以通常兩節火箭就是 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第一節火箭 反正就是先讓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那第二節火箭在 在點亮的時候 接下來就要準備要進到繞地軌道 對 對 我看到的資料是兩節 對 兩節燃料 喔 是喔 我想說Space Space 會不會 會不會有比較不一樣的 可以想 不過重點是大家就是 Mask就是私人 一個企業幫我們發 熱門就有名的 好 下一張 好 這是浮衛7號 浮衛7號 浮衛7號就是明年 預計是明年 不過時間會不會 delay 不曉得 浮衛7號就是剛剛講 就是取代浮衛3號 就是六顆內燃 就是大氣跟氣象觀測的一個計畫 那本來是要發射十二顆 要分兩次 你剛剛講過 因為金費不夠 後來就是砍一半 只剩六顆這樣 對 是做出十二顆 十二顆丟下去 還是說 預算砍成一半 現在只能做六顆 他現在預算砍一半 只剩六顆 預算沒過 所以只剩六顆 本來預計是十二顆 要發兩次 一次六顆這樣 本來是預計要 就是洗頭不洗身體了 對 然後發射十二顆 一次六顆 後來後面那個取消掉這樣 對 那時候我跟學校討論就說 為什麼不一次發十二顆 我跟學校說應該是要 分散風險 分散風險 所以一次六顆就好 為什麼不一次十二顆 我跟學校討論就說 完蛋了 對 哦 你講的意思是說 有可能 還有六顆留下一次 我們那六顆已經取消掉了 因為金貝不夠 對 哇 這是修黑了 對 那六顆已經沒有了 現在這個很燒錢的 對啊 那這樣六顆的話 可不可以分兩次 三顆三顆分啊 對 分六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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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火箭那個成本很高 對啊 對啊 你說這六顆 要不然就是 all in 對 對啦 那大家如果現在去參觀太空中心 可以看到現在目前在測試這一顆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這個時間點到明年 如果去參觀太空中心的話 就看到裡面在做浮衛7號的測試 所以裡面現在目前擺的這個 在測試的衛星就是浮衛7號 對 那 這個衛星就是更多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這個 原件是我們國家自己自己開發的 所以知識率又更高 對 那所以就是 所以算是就是 算是 我們國家算是 很多 其實很 不只廠商啦 還有一些學校單位也有參加這樣 像交大、清華、中央都有參與做到這個計劃 好 那剛剛講過他的那個 他的 他的大小就是大概一立方公分 100乘165乘12 所以大概也是一公尺建範這樣 那預計的軌道比較低 大概520到550公里 然後地球圈是99分鐘 那種6顆 所以在天上就看到有6顆這樣子 剛剛在空洞中心看到 一樣的一些 6顆會一直 一直繞著地球在走這樣子 好 這個是明年的重頭戲 浮衛7號 希望他不要太累了 因為 呃 類似像正方形的一個 一個衛星 完美是他的太陽門單 這樣 好 看他的圖 不是 他繞的不是地球的全部 對啊 對啊 對他只有繞 對他只有繞一個一定的穩度 對 他只有繞一定的穩度 對對對沒錯 他主要是做台灣的天氣的觀測 所以他不用繞到這麼高 或這麼下面 所以他是繞 他就是 這對台灣這個角度去設計 對 角度去設計的 一個範圍去設計的 對 好 好 那這就是 明年的7號就是 呃 這個計畫 呃 這個火箭的計畫叫做 Factone Heavy就是 列嶺重型 對 這個型號 因為他一共有三個火箭 他總共有三個 三個火箭組合在一起 長得像這樣 那 如果現在到 呃 這個太空中心 可以看到這個模型 擺在就是 太空中心的 裡面 或這個模型這樣 嗯 可能是10比1的模型 因為他整個高度大概 好像 將近 70 還是80公式 還蠻大的 那實際你去 裡面大概有 大概 大概 五六公尺的一個模型 或大概 大概 一個視頻的一個狀況 那 他預計發射的地方 這邊有點無調 就是在佛里達 從佛州那邊去 會去發射這樣 大概預計明年的時間 從這邊發射這樣 你覺得那個 馬斯克到有幾個發射場 呃 他的發射場是跟 美國空軍合作的 所以這個發射場地 是美國空軍的 不是 但是火箭是 馬斯克自己的 但是火箭是馬斯克自己的 所以 整個火箭的 整個火箭就是 馬斯克 SpaceX公司自己 研發 但是發射場地 是美國空軍的 所以他跟美國空軍是有合作的 這個是美國空軍的 發射基地 你要這麼說 這個好像 這個地點有點像 卡納爾的角度的地方 波羅里達的卡納爾的角度 上面是寫出來 這個是美國空軍的一個 一個指定 他這個 他這個 我補充一下 我在猜啦 對不起我因為我對 SpaceX的 但是這個 就跟那個什麼 呃 以前的太空說 發射的時候 有沒有 太空說 感覺好像在一個 中間這個通常比較膨大 嗯 然後兩側也有一個 那通常好 兩側的這個地方 是屬於固態火箭 那 中間這個 就是如果以太空說來講 太空說他承載的這種火箭 兩側是屬於固態火箭 那中間是屬於儀態火箭 那為什麼要用固態跟儀態 固態好 他是衝力很大 可是他 會燃燒比較不穩定 也就是說你今天 你固態是一塊一塊 硬一塊的東西嘛 可是你這樣 燒完一塊之後 那下一塊要承接過來 有時候是中間有空檔 你至於就本來 你本來衝力很大 突然中間 突然沒有 那裝不到燃料 最後就是這個 所以他是很不穩 但是他 他的衝力很大 可是呢 等到這個固態火箭 這一部分 先衝完了之後 兩側脫落 然後接下來 再由這個 中間這個去攻擊 他的一台火箭 先大火 就差不多做 炸火火 去 對 固態變成液態 然後再燒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沒有沒有 就固態直接那個 直接固態燒 對對對 因為他的衝力才大 然後接下來就是 靠中間的那個 我說太空梭的話 是靠中間那個 中間的是屬於 一台火箭 是 他這時候他那個 進的燃料才能夠穩定 因為燃 液態的東西 我們可以控制他的流量 對 他就可以控制 所以就是說 剛開始上去 要馬力很足 然後之後 到達一個高度之後 至少他的重力 比較沒有那麼強 就是感受到的 地球的引力 沒有那麼強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 用 對 而且他本來就有一個關係 一直在往上衝 所以接下來 靠 液態火箭的這個 液態燃料 來攻擊這個 燃源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 那個 穩定的一直往上衝 這樣才應該是 用在調整位置上面 對 是 有人說這個 這個氣量 是聚不虧 有可能 聚不虧 那個YouTube有講到說 有一次爆炸 直接把那個 發射事的那一屆所有的人 都毒死了 沒有吧 溶解 溶解 有這種事啊 對 它不是燒死 是溶解 直接 不過 可能一般來講 那個發射 你說 你說把海邊的 控制式的人 還是哪 你整天爆炸 冒爆炸 把他那些相關人員 將軍怎麼的 統統溶掉 現 所以它是劇毒的 是一般的毒 有可能是溫度高的關係 溫度高 可能是溫度高的關係 這個很濃光 本身濃量 那個燃料 那個 這個就是明年的那個 Space S 就是 搭載 我們家的 不會其他要上電功能 好 下一個 這個是 我 最近比較關心這個議題 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電子業 所以很關心這個話題 就是 就是 不知道大家曉不曉得 就是 日本的這個 Soft Bank 就是 軟體銀行 的老闆 他有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是什麼呢 他希望在 整個太空中 可以發大概 720顆的衛星 一次把他發 陸陸續把他發上去 衛星網路 對就是 對 衛星網路 720顆 衛星AP 將來呢 你所有的傳輸呢 就透過這個 衛星 就是所有的 因為物聯網的時代 因為以後 大家可以 對 對 不好意思 畢竟說我們可以 不用心理門口 對 就是他就是一個 取代 以後取代一個電信 電信公司的一個機會 所以電信公司都不用混對不對 對 因為Soft Bank 本身 本身有一家電信公司 在美國 就是 應該是 Sprint還是 G-Mobile 應該是Sprint 就是他本身在美國 一家電信公司 對 那 那春生一家 Soft Bank在日本 也有一家電信公司 就是Soft Bank 航空 航海 都一樣 對 所以 所以本身 Soft Bank 他主要的 一塊的經營事業 是在電信公司這邊 那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一個蠻好的計畫 就是 他要發射這麼多的衛星上去 將來 所有的物聯網 包括手機 或是所有的一些 可以傳輸的 包括車輛 車子的一些傳輸設備 都可以跟他 跟外面這個衛星做聯繫 做傳輸這樣子 那 那這個計畫呢 也是 那這個計畫 基本上也是跟 跟Mask做合作 Mask也是 要幫他發射衛星上去這樣子 那他預計從 預計大概從這個 明年會發十顆 上去做測試 那在美國的 好像是阿拉斯加州 裡面做一些測試 一直到2019年後年之後 會全部 路路繼續會 會發射上去 一直到2022年之後 會進入一個完全的一個 商用的一個狀況 對 那 這才會解決 這個全球 一些 網路的問題 上網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 這個消息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我們國家的衛星啊 就是 發射上去 其實要有它一定的商用價值 我比較看重這個 除了學術的研究之外 其實要有一定的商用價值 我們才能夠發展 能夠快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SOFTBANK有做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是代表它 看準這個商業價值 做這樣的計畫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個人覺得蠻可惜的啦 就是 你看其實 現在各個國家發展自己的衛星 美國、中國也好 就是 可是 可是很少人把它想到 其實它可以做一個更大的 一個商業計畫 對 這個 這個是我最近在關心 有一個網 讓衛星電話發展成 衛星網路 可是我現在比較難心的是 其實它的高度是1200公里 這麼遠 今天 如果說我們以後的手機 它都是直接連到衛星去 那它的功率要到多少 才能夠讓衛星可以接收到訊號 是 對不對 那會不會到時候的功率都要很大 有可能 不過它 我覺得它應該是 跟地面上還是有一些的連結 有可能是 地面上也有 一個是因為 以前最有位電信 可能有些 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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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應該反過來是 應該是 那個地面上有幾個電信 是專門去 接收那個訊號 但是 從這裡面 在小型的網路 網路出來 對 我們的手機 不是直接對衛星 而是也是一樣 那可能是 手機暫時對電信 然後電信 再直接去對衛星去傳 無線都合 這個 這跟我以前 我以前 也有種指導教授 因為 我以前做那個 你這樣處理 以前那個 教授就不太懂 他就說那個 記憶台跟記憶台之間 是不是無線傳輸 就不是 記憶台跟記憶台之間 是有線傳輸 就是一個記憶台 到另外一個記憶台 是有線的傳輸 下面是有擺 這個 忘記 忘記 就是 到這個時代 就不需要 就是每個記憶台 它直接給你對上面的衛星 對 所以它會少掉所有這些 比如說海底電燈 海底光 對 或是所有這些 這些線路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實際的一個計畫 對 就是 你可以取代所有現在目前 有線的網路 這樣子 那 那 地面上是光鮮 有線 有光的 那你在太光上面 光照來照去嗎 不可能 沒有 就是有 類似方向性的直接打下去 就是它可能有一個接受的 類似色的 此方式還是 不一定 它有可能 各種可能 就是 還是點對點的問題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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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它 上面有點 下面有點的話 它的密集度是 會比較夠 而且你 可能在 做整個infrastructure 再做整個就件 那時候 它不用 像現在目前 這麼大的範圍 可以範圍縮小 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計畫 我覺得是 就是最近馬來西偶的一個計畫 就是 我覺得 就 就 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它是一個可以 可以投資的項目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可以買 可以買軟硬的股票 可以買軟硬的股票 軟硬的股票 對 沒有 軟硬的股票 我關注很久了 所以就是 這也很好 這樣子 軟硬股票在美國可以買 這樣 所以 所以 你不是在做那個 哈衝 對對對 數據的 趕快研究一下 對 這是一個 最近的一個 非常新的一個太空計畫 對 就是 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這個消息 嗯 欸 叫後來 如果他請問的話 是不是做法界系 凱克大會 就準備趴下 過力啊 不用趴下 我就說他就是 應該他還是要去 就是 類似他去接收 等於說他不用再自己 去維護 那個海底電啊 那些東西 對啊 這個 這個看他怎麼應用 就是他 我覺得他是 他先把這個 infrastructure架好 然後當你所有的 比如說你 以後可能不是電話 是車子 車聯網 車子跟車機要通訊 他可能就會利用這個網路去做 所以我覺得他的計畫 是先把這個infrastructure架好 加你所有的物聯網應用 都可以用它 對 如果 emphasize 的 這個計畫 是 好好 感谢观看